制作sabiti需要用到下面一些材料 有30磅还有60磅的线 不锈章的鱼粥 然后大小证据你的需要选择 然后一些荧光的小的猪主 然后可以穿到线上将正好地模仿小鱼在水里 还有就是我们吃过的snatter的bag 如果里面是这样荧光的话 就可以既环保又可以用来做sabiti 还有就是我们要用的flash布 来模仿小鱼在水里的泳汁 我们把snatter bag给点好 然后把它折起来 折起来以后折好 然后我们把它剪到我们想要的形状 开始 就是这样 其实形状并不是非常关键 到时候我们只要折住以后 它会在鱼粥上形成像小鱼一样的背部闪装就可以 然后我们开始把 flash布插入到这个钩的桶里 然后鱼粥尽量选择这种带油桶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插进去 然后插到中间的位置以后 把它折过来 折过来以后让它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刚才做好的小鱼一样的背板 然后我们也从这桶里插过去 插过去以后把它注定在需要的位置上 让它大小就像小鱼的背部一样 然后 然后我们把它位置调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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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到大约这样的位置 那这边好像有点短 我们这把拖的长一点 然后让它尽量这边的线一样长 然后调整好以后 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用60磅的 用30磅的线来绑它 绑的时候大约要绑十几道左右 然后把最后这根线 穿过桶里 大家看到这样就做好了 然后我们用剪刀把这线给剪直 这样它就非常漂亮 然后背部调整一下 然后我们大约需要的长度是这么长 然后线穿回这桶里 然后继续拉紧 然后我们一个就做好了 现在开始绑周 我已经绑好了一个 然后自己做sability的好处 就是可以控制两个周之间的距离 我们可以让它近一点 这样可以绑很多周 然后绑周的方法就是打一个非常简单的线圈 然后绕过来 然后再转一圈 然后再转一圈 调整好距离以后 把它从中间穿过 然后把紫线 然后把紫线从这里穿过 穿过以后 调整好距离 转圈 转圈打结 进去一次以后 转一圈 然后从这边出来 就可以了 然后在适当距离把它拉紧 这就是打好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三通结 绑好以后 在尾部打一个双结扣 然后就可以在上面挂千坨 然后 挂上以后 就可以让大家看一下整体是什么样子 然后 因为是60磅的线 所以它基本上不会缠在一起 基本上只有钩挂长 绑了十套钩以后 大约有105这么长 然后 这样长 其实摔起来也是很方便 摔起来也是很方便